Omari Béme Ho Omari Béme Ho Omari Béme Ho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国内武汉肺炎疫情已经稳定控制 但国际疫情仍然严峻 提醒至国外入境的朋友们 一 请一机上全程佩戴口罩 二 入境后 请谨守台湾的入境检疫规定 如果感到身体不适 请主动告知检疫人员 并配合防疫措施 三 请配合居家检疫 如出现疑似症状 请联系各县市卫生局 切勿自行就医 也提醒国人 如有身体不适 也记得佩戴口罩 就医时请主动告知 旅游时职业别接触时 及是否群聚 以提供及时诊断通报 最后提醒大家 持续落实防疫措施 守住社区防疫安全 放声护声舌报恩 在温州 有一位做素面的厨师 大家都叫他小江 素面是温州的习俗 每逢婚丧喜庆 盖房破土等大事 家家户户都会准备的 小江做的素面 好吃不易断 而且他为人善良 因此请他做素面的人 非常多 嗯 差不多够了 小江 真是辛苦你了 你做的素面 可是远近迟迷迷啊 好吃又不易断 哎呀 小江在这里呀 我正要找你呢 请问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下个月我儿子结婚 你可要去帮我做素面 放心吧 下个月我一定会去帮你做素面的 最让人称道的是 小江他学佛多年 从不杀生 每次遇到有人杀鸡宰羊 便会进行劝说 力求保住他们的性命 别挣扎了 今天是家里大喜的日子 需要你来做菜呢 住手 不要杀他 哦 是小江啊 你这是在做什么啊 杀鸡啊 今天是我母亲的六十大寿 所以要杀鸡做菜来招待亲友啊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你这么做可是在杀生啊 杀生是极大的罪业 你用杀生来为母亲庆寿 那怎么能得到上天的庇护呢 老公 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不是说好了今天只做素菜的吗 你怎么又要杀鸡啊 我怕准备的饭菜不够 所以想杀只鸡多做一道菜嘛 你真是乱来 母亲大寿的日子 你竟然动刀杀生 哦 如果是饭菜不够的话 那我再多做一些素面 这只鸡就不要杀了吧 那就麻烦您了 你还不赶快把鸡给放了 小江有时还会买一些鱼虾鸟雀进行放生 有些人对他的这种行为 非常不解 但小江却乐此不疲地坚持着 他坚信 行善放生 终会得到善报的 小陈 你竹筐里装的是青蛙吗 是啊 我刚抓的 啊 你抓那么多青蛙做什么啊 当然是做下酒菜啊 我跟你说啊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青蛙了 百吃不厌呢 这样吧 你把那些青蛙卖给我可以吗 怎么 你也喜欢吃青蛙啊 大家都是邻居 说什么买不买的呢 我送你几只吧 不是 我的意思是那些青蛙我全都要了 全部吗 你要那么多青蛙做什么啊 我要将它们买下来放生 啊 放生 你花钱买青蛙放生 是的 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啊 世界上的生命都是平等的 它们即将惨遭杀害 我看到了就一定要救它们的 放生是极大的善举 一定会得到善报的 大家说的果真没错 小江真的会自掏腰包买动物放生 好吧 这些青蛙就卖给你了 村里有些人对小江放生的行为 感到非常荒诞 它们时常在背后议论纷纷 你们说的没错哎 小江这人的确够傻的 前几天我抓了一些青蛙被它看到了 结果它将那些青蛙都买下来放生了 可不是嘛 它经常说放生能得到善报 你看它现在钱赚的也不多 日子过得也不算太好 哪里又得到什么善报了 就是嘛 它救了那么多动物 难道还指望那些动物会报恩吗 我儿子过几天要娶媳妇 我还请他来我家做素面呢 不过他好像见到别人家里 杀鸡宰羊都会上前劝阻一番 是啊 他只要见到有人杀身 就会进行劝说 可真烦人呢 这么说来我得提前准备一下了 免得到时候让他看到家里杀生 又不知道会说些什么了 别说了 小江来了 小江 下个星期我儿子结婚 到时候你别忘了要来我家做素面哦 放心 我不会忘的 就在这个时候 一条小蛇从树上窜了下来 众人大吃一惊 纷纷捡起石头准备将其打死 小江急忙拦阻大家 哎呀 不好了 有蛇啊 别让他跑了 打死他 对 打死他 打死他 别这样 请不要伤害他 小江 你这是在做什么 小江 那可是条蛇啊 你不打死他 他就会咬你的 蛇绝不会无缘无故地咬人 况且他只是路过这里 并没有伤害我们的意思 我们怎么能因为看到了他 而打死他呢 小江啊 蛇可是会恩将仇罢的动物 你难道没听说过 农夫和蛇的故事吗 是啊 农夫救了蛇 反倒被蛇咬了一口 由此可见 蛇是不能救的 快闪开 让我们打死他吧 农夫和蛇的故事 并不真实 世上任何动物 都是有灵性的 你对他们好 他们也会感恩图报 况且放生护生 是极大的善业 你们不要伤害这条蛇 放过它 这对我们 都是积善德的事情啊 众人见小江 如此执着地 要保护那条蛇 只好丢掉了手中的石头 小江抓起了 地上的那条小蛇 将其带到 路边的草丛里 放生 好吧 今天就看在 你的面子上 放了那条蛇 是啊 若不是小江拦着 我今天非打死它不可 可是我们经常 在这棵大树下乘凉 若是它在这里 我们哪里还敢再来啊 谢谢各位了 我这就将它 从这里带走 小蛇 别怕 我带你去个安全的地方 你若是留在这里 一定会被别人伤害的 有了 就将你放进草丛里 那里少有人走 你住在那里就安全了 好了 小蛇 这就是你的新家了 这里很安全的 怎么样 那条蛇走了吗 走了 我想它不会再跑到树下了 小江 我真是想不懂 你说放生护生 能得到善报 可是在你身上 一点也看不出来啊 一条条生命因为我的帮助 而免于丧命 这就让我很开心了 能让我拥有快乐的心情 也许这就是福报吧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那条小蛇 突然又从草丛里钻了出来 并来到了小江脚边 哎呀 你们看 那条蛇又跑出来了 是啊 这是怎么回事 它不会是不想待在那里吧 要是它想跑到这棵树下 我就打死它 那个家伙究竟想做什么 小江见蛇跑了出来 也觉得很奇怪 便蹲下身来 想看看那条蛇 究竟要做什么 那条小蛇飞快地来到了小江身边 然后朝它伸出来的手上 咬了一口 哎呀 该死的蛇 不就说嘛 这是恩将仇报的 小江 你要不要紧 看我打死它 别 别伤害它 那条小蛇咬了小江后 迅速地钻进草丛里不见了 小江手上的伤并无大碍 只是最近无法再做素面了 小江 他都咬你了 你怎么还护着他 小江 你的手没事吧 没事 休息几天就好了 只是你儿子结婚时的素面 看来我是不能去做了 没关系 我请别人做就好 你还是在家好好养伤吧 小江 我劝你以后 别再说什么放生护生 毁得善报了 你看 你救了那条蛇 不但没得到好报 反而还被它咬了 小江做好事 反被恩将仇报的蛇 咬伤的事 很快在村子里传开了 大家都奚落它 这让小江十分伤心 让人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小江原本要去做素面的那户人家 在取亲的时候 突然房屋倒塌 压死了好多人 如果小江的手没受伤 那他一定会在屋子里做素面 那样的话自然是凶多吉少 原来那条蛇并不是恩将仇报 它咬我是在报恩呢 互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